幻化空身与虚妄意识 原灵的一个化身 化为肉体来接受这个灵性 即称为化身 法身 报身 化身 其实原是一身 如果没有法身 你怎么来受报 如果没有这个肉身 怎么来接受这个报应呢 灵界的受报是惩罚你的灵魂 而人的受报是惩罚你的法身 我们这个身 为什么说是化身 因为前世不是你 化成了今天的你 比如前世你是李某某 而今世化成了王某某 佛法讲 幻化空身及法身 就是说 这个身体是空的 实际上是幻影 是五蕴甲合的身体 等你死了之后 连身体都没有了 幻化空身 我们人间称为法身 五蕴皆空 四大非有 古曰 幻化空身 有一方法 你们就会感觉自己的身体是空的 用分析法 通过分析来解脱 你才能知道 人的身体是空的 比如工伤 手没有了 车祸失去了腿等等 这身体都是假的 这身体都是假的 说没了 就没了 所以 不要过于执着这个 假合之身 假的东西 留不住 为什么不修真的东西呢 要知道 心灵是真的 是可以修成正果 并且可以带走的 如果 学大乘法 对应万法 当体明空 就无需分析 当认知 世界上 所有的万法 所有看见的东西 明白它是空的 就不需要去分析 去应付 我们的本性 来自于佛 我们天然的法身 为何有五蕴和三毒呢 为什么我们的法身 必须要五蕴接抠呢 犹如太阳的光芒 照耀着人间 给人们带来光明 为什么还会有乌云呢 因为自然身 和五蕴 三毒 本身 有结合 我们生活在人道 这个环境中 就会有五蕴和三毒 三毒 谈臣吃 你们的心 是善良的 当恨人家的时候 是被乌云遮住了 犹如当你喜欢 一个东西的时候 因狂热地追求 而被迷惑了 意识 虚妄 分别 意识 积脑子里想的东西 虚妄 没有逻辑性地去追求 追求虚的东西 比如 没有钱 天天想种六合彩 这就叫虚妄 意识起了变化 走的 就是一条 不实之路 就会把你带进 虚妄的世界 意识虚妄 就是 错解其意 如何知道 自己是虚妄的 你要有这个境界 才能知道 自己的错 今天你学了佛法 你知道 不应该赌博 不应该买股票 不应该靠这些东西 来挣钱 发财 应该靠实实在在地 工作挣钱 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 而不应该 投机取巧 这些在佛法里 相学里 义经里等等 都属于偏财 偏财不是正财 不是正财的东西 只能是短暂的 如果没有达到一定境界 就会认为 我赌博 买股票等 也是赚钱的一种方法 学佛要像种树一样 要有根 学佛要有根基 有了好的根基 慢慢学 才能长出好的果实 才能长出好的枝节和树叶 如果只知道追求明灵 就像建造一座金字塔 路越走越窄 总有到达顶点的时候 到了塔尖 就没有路可走了 学佛是得智慧 教你们打好根基 像种的树一样 越长越高越茂盛 果实越接越多 不要像金字塔一样 到塔顶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学佛 就要广众功德数 无量的功德 即无边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功德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信心 随喜和感恩来的 一 无量的功德 要从信心上来 首先 你想做功德 要有信心 相信自己 相信观世音菩萨 二 随喜 看到好事就要做 走到哪里 好事做到哪里 这叫随喜 三 感恩 想做无量无边的功德 必须要有信心 无论做任何好事 无论是顺境还是内境 最后都要感恩观世音菩萨 让你每天能够过上 安定的生活 身体健康 所以在平安中 人一定要有感恩心 无量无边的佛法 无量无边的智慧 无量无边的功德 都是从一点一滴中做起 最后 才能得到一个 大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